开箱 走 就问你们帅不帅 他不但他的颜值比较帅 而且他还有更有的就是他的玩法 我们现在看一眼 商家专程视频 是不是看的很好玩 很科幻 我解决一下 刚刚这个智能工件 我已经研究明白是怎么玩的了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这个APP 这个APP配合这个工件才可以玩 然后呢下载好这个APP之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按键 它这里有个按键 这个是个充电口 按键闪说绿灯闪的时候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连了啊 我现在已经连接好了 你看已连接啊 然后连接好之后 我们还要去进行那个初始化啊 初始化 然后重新初始化 然后就是初始化之后 然后又把这个我选错了 不是这个我的工件是这个 我是这个工件 然后重新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呢 然后把这个工件给它放平 放平等它初始化完成 完成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动作叫旋转 旋转一下这个工件 然后重新再初始化 旋转一下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哎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按返回键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好玩的 看到没有 有很多都是玩的 看到没有 什么都有 反正就是射箭呀 这应该是射动物的 然后这反正有很多玩的啊 然后为了玩的时候呢 更接近真实感啊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手机的画面 给他投屏到我这个啊 我这个电脑啊 当然了 你们有电视 投屏到电视也是一样的啊 而且呢 他投到电视啊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啥呢 你不用用手啊 去来回去 去去去控制这个按键了 不用控制手机了 你今天用这个就可以控制了 你看 这个箭头 你要玩什么直接对着他 哎 打一键就进来了 知道没有 然后在你说现在 我们现在是一个人玩 我们今天玩这个单机的 现在呢 就进来了啊 然后我们就玩这个十米的吧 因为我们是刚开始玩啊 我们这个技术不行啊 我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东西啊 我技术也不行啊 咱们就玩这个十米的啊 这一天能射十米了吗 哎 玩又偏了 又偏了又偏了 七点吧 再次挑战一下啊 再次等待一下 哎呀 这一次我打了十米还对着呢 对着我脸呢 哎呀我都手晃 喜欢 哦 九零九环 可以吧 现在我们再玩游戏 玩了换了算机 换了算机有啥啊 没有人啊 哎 这里有人 就这个人 看他给你摄下啊 我们把它摄下来啊 挺摄下的是吧 我一键把它摄下来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一样都把它给摄下来了 就你摄下 我们再换一个换那个野兜手练啊 我们打兔子啊 换那个单机游戏 但是打你呢 还在抄上 按耳关 吐子 都它 兔子 兔子 丑子 嘟 哎 吐子 我说技术也太可以了吧 一下子上头吧 再战一局啊 再战一局 再战一局 你看你看 我让你清清楚楚 看到这个兔子 怎么射叉叉叉叉叉 我就问你们 我的那个射箭 这个功率怎么样 可以吧 简单的玩这几个吧 把这个东西想 我个人建议 如果说你家里面 有那个大电视 手机都用到大电视上玩 那玩得更爽 小电视看了就没那么清楚 大电视看了 那射屁 真的体验感特别强 就和在真实那种感觉 射电视一样的感觉